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3月22日,张大人很大的官威,哇,几厉害啊,他说什么啊? 但是他跟那个余韦明呢,交调稿了吗?一个人说没有撤资没有成,张建宗今天走出来说的是什么呢? 撤资公司啊,将会后悔,啊,之后一定会重回香港的,啊,他说的不是这样的啊,就是武器那些来的啊,撤资的公司呢,啊,将会后悔,啊,应该呢,啊,之后啊,就会回来香港的啊,哇,这个是很强劲的预测能力啊,那我们还看下他promise你些什么,又预测了些什么, 他在这里说,未来啊,香港,啊,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呢,仍然会维持低税率的,只不过引花税又加了30% 还有那些强积金就不让你拿的意思而已,是真的不让你拿的嘛,之前我以为啊,生存,僥倖,啊,都还可以,就是,想着,有得拿回是不是啊? 啊,结果叮一声,啊,没得拿了,真可憐,不过呢,我不是最伤那个,那所以啊,没所谓啦,人家那些,哇,盆满,盆满的,加下,我都说了,最受惠的是哪些人啊? 啊,是中下产啦,啊,即是如果你呢,又不是说,很多楼我当你,啊,都不要说,有很多层啦,一层楼那么大把,又或者工未断,那英国的五阶一方案就即是吸引到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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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过去的时候啊,都下,跟着有份工,啊,整个案揭, 那我就解决了一生人,啊,你在香港打拼,要做到的事,喂,你等他慢慢在那里,说什么修十黄江永那些啊,啊,说什么,搞记得利益集团那些啊,浪费啦,我怕到时你变了记得利益集团,哈哈哈,喂,我学定了啊,现在,即是那些呢,不过没那么大张纸啊,要AV size呢,才可以摺顶帽子出来的啊, 你看回我上一集啦,不讲这些啦,讲回张建宗讲的东西先,他还要接受啊,可能你听不到啊,接受英国的金融时报啊,financial times,干嘛你接受那些洋人啊,死敌啊,讲的东西啊,豈有此理啊,他就说啦,在本港设置的公司啊,将会后悔的嘛,你说的东西这么人性化的,商业决定不容许任何的人性化的哦,很简单,啊,如果你真是这么帥子的时候啊,人家做生意,那当然OK啦,是不是?啊,你有什么 这么把炮啊,大佬,张大人,那又说他们会重回香港,你这句不是就是说他们已经走了吗?啊,不过以设置又就是走了,又不是哦,可能他说资金啦,什么都好啦,张建宗在受访时就表示,本港未来一段时间,还会维持这个低税率的,那没指未来是多久哦,还有啊,哇,这个吊诡的,你真是听着啊,又指,由于现时啊,并不是适合去修补税收制度的时机,就是他是,兜巴兜巴,大巴大巴地刮下去这个波子, 所以目前呢,就不会利用增加税收方法,去解决贫园悬问题,这样啊,就是他叫你的既得利益集团,不用那么怕,就不会加税住的,不要那么急,这样去走那些物业各样啦,哇,那也好些,就是有个空窗期给你,慢慢卖走那些物业各样啊,这句话真是,惨你啊,真是,到8月1号,我都说了,投资最重要是什么啊,最重要就是啊,第一样东西,你先预了最坏那格先,什么叫最坏那格啊,喂,万一8月1号啊, 他真是乱乱来的时候,这么说啦,我说不会吹人的,但是呢,你自己预下啊,8月1号,如果你是打算8月15号飞的,那你理论上,是不差一个月啦,你最好提早出发,就是7月,但是如果你打算年尾的,就是12月才动身的,虽然世界发生什么事,我们不知道,我也都不会吓人,但是呢,如果你打算12月走,你没理由啊,因为说8月那些,这样的局势发展各样,改变你的行程,如果你真的要改变的时候,你问一问自己, 你自己承承得到那个风险先,是否适合你的处境先,你认识这些东西先咯,那又或者逐步这样去做咯,那走那些钱先,慢慢地搬走咯,他张建宗说的那些东西呢,其实又,就是去抄回90年代那时候啦,很多人其实啊,的而且他是回流的,为什么啊,因为那时候呢,一句说完啦,他们没人没物去到的时候,由头起步,那时候移民都难的咯,那结果啊,他们花了一大笔钱,身无长物,你要追的时候, 那时候啊,都讲可能十几二十年,加下英国的5加1BNO方案,我以事论事的咯,真是适合啊,我纯以投资者角度讲的,那甚至乎啊,喂,其实你帮友,啊,就是,有他啦,不要走过去啊,喂,你想下,就是,如果太多人啊,那就争多足少啦,是不是这么计啊,没有所谓的啊,这些,多只乡奴又多只鬼,美方啊,就是真的个个走过去都好像李小龙那样好打咯,个个走过去都Ramble,个个走过去都Bill基,那不会的嘛, 那很多啊,其实都身无痕产,拿着几十万过去的嘛,是start their new lives,就是叫做买份保险,买保险都几十万啦,去英国都是不好像买保险那样的原理而已嘛,刚刚这么说啊,我从来不主张,一窝蜂那些,投机主义各样的,自己,因应自己的那个态势咯,可能你觉得香港住得很舒服呢,天天见着那个巴谷头在那里启啦,是不是?那所以啊,张建宗,他是兜巴兜巴刮到这个,陈建波那里的,那又说外国投资者, 这些无需担心,香港的税率,无需担心啦,有些东西不是叫税率,有些东西是叫confiscate,冻结资产,充公,这个是不包含在税率,两个字下面的category来的啊,只要你触犯国安大法的时候啊,那你那间东西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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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那当然啦,那就是特区政府啊,从来都是行往致远,一国两制行之有效,林郑月娥是不会被 给你们得清的,啊,类似那些东西啦,哇,厉害啊,行稳致远,是不是?那张建宗就跟你说咯,那你不留在这里,你又没有得行稳致远的了,知不知道啊?那后面那句非常有说服力啊,他就说,香港啊,在大湾区,啊,带动的融合帮助之下,就会摆脱这个经济困境的了,真是厉害啊,应该呢,大湾区呢,他们政府有内幕人士啊,哎,我都建议你去投资大湾区哦,真是,我们这些,不同国家 搞对抗的嘛,你投资什么呢,我介绍你啊,真是,去挖金,你看看,张建宗讲得这么大了,去大湾区融合啊,那就可以带起香港的经济,7.2%失业率都搞定啊,很明显那里有金挖啦,你还不投资下去挖金矿?喂,查实呢,那小弟呢,你都可以,就是,托我去,这些投资方案,犯不犯法的?不要啦,你自己找金融公司啦,如果有那些伦敦金啊,大湾区金啊,那些,找你买的时候,啊,你就买一下咯,就是那些呢, 哎呀,我都赚不够钱啊,很想被人赚一下啊,我平时都是这些人来的啦,很慷慨的嘛,是不是?你帮我快点打疫苗啊,我M痛不打得,你们不是M痛的啊,八十几岁的阿婆都还在这里说M痛,不出奇啊,我真的见过啊,杨伟雄又出来,这段时间不见他啊,变了摄永恒嘛,杨伟雄跟你说什么啊,我真的见过的啊,我真的见过啊,Steve Jobs你见过没有,桥布施哦,桥布施条C我见过,那张建宗啊,就警告,啊,你帮小弟,他又说啦, 你们今时今日撤资呢,一定会后悔的,他们会重回香港,那没所谓啦,原来后悔重回香港的会,那就是有机会慢回,那又不用怕啊,所以喝酒不生气,另外,他又说,北京啊,就指示港府,就会将这个政策聚焦,帮助基层,基层是不是每天八五个那些啊,还有低收入人士,又是他们了,还有啊,需要解决这个房屋,土地,贫富懸殊问题,哎呀,今时今日,他提回我啊,这句话我听了十几天, 就是政府一直致力于做这件事的,那我说你听,他致力做这件事,那就是很勤力啦,是不是,搞定,今时今日,他提你,怕你不记得,OK,致力搞啊,现在,不是太慢版哦,行之有效,行稳致远,又来啦,是不是,另外,他就说,政府是不会啊,修改目前,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制系统,政府当然不会修改啦,只不过人大啊,就和你释法修改了,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制系统, 那你不可以这么侮辱他的嘛,国安法并不是以,这个普通法为基础的嘛,还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嘛,你说清楚啦,我不知道啊,跟你那一套,你说什么就什么,OK,总之你说是跟普通法的,那国安大法就跟普通法,如果你说不是跟普通法的,那就不是跟普通法,那讲稳阵啦,是不是,讲什么都认同,OK,还有他说那些公司是会后悔的,那应该会后悔啦,很多时候都会后悔的嘛,就是那些设资公司会后悔, 就不知道是不是,就是后悔有很多方面的哦,后悔走得太早,还是后悔走得太迟呢,那他指出他们会重回香港的,喂,你这句就是他们已经走得一干二净的了哦,已经脱离了没看的了哦,如果不是怎样重回啊,是不是,这么糟糕啊,原来走了那么多人的啊,喂,你和余偉明的版本不一样哦,他是说完全没有撤资的迹象,没有走过任何东西的哦,虽然野村又走了,那间好像叫SBI啊,是不是,傻B什么又走了,日本的嘛,这个月经没来, 还有人名来的,还有厕所没有撤资的,那都挺有趣啊,就是轮流车轮拳哦,喂,大哥,你首先就来一个余偉明,啊,没有撤资,然后就来一个张建宗,啊,就说撤资了会后悔,那你明天会说些什么呢,啊,我觉得都很神奇,就是你说这些版本不行的哦,你应该加些修辞,就是撤资者呢,啊,就会,屁滚尿流啊,碰哭楼梯啊,哭爹换梁啊,就是一生人最大的耻辱啊, 啊,是会被钉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,其实啊,哎,教你一招啊,上上之策,谁走的,你疯了他,不让他走,锁毁住他,冻结他之棧,抄家,灭组,就是这些人啊,洋人,就是大摩那些,我已经很看不过眼的,老实说,竟然啊,就胆使在那里抹黑我们国家,撕押给特区政府,啊,还在那里说特区政府怎样啊,就是如果抗疫啊,明确指引的时候,就会全面撤出,就是张建宗很明显啊,就是力挽抗 狂难,去回应他们这番说话啦,就是你们这班人后悔的,就是自己,我觉得你就这么说不可以咯,这班这样的洋人,意图不轨,一定是窩床罪犯,勇结汪洋大道,图谋造反,煽动颠覆国家,你应该将大摩啊,那些基地啊,各样啊,充公他资产,冻结,资金,抄家灭组,捉拿他的人员,直播光色子,那不是啊,你又如何可以令到他们,那些洋人啊,能够乖乖就范呢,是不是啊,那他们就会 得逞的了啊,你知不知道啊,就是好好做事才行啊,忠诚的什么什么,稀有此理,好,今天讲到这里